有可能這次5G真的不再只是一個空泛話題了嗎 2018年香蕉大爆發了嗎 目前看起來天時地利人和 好像很多條件都湊齊了 你怎麼看5G 我覺得明年是5G的第一個爆發元年 那未來幾年的話要看5G 這個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對我們投資來講的話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事實上我們看 明年的2月的時候有一個平倉奧運 冬季奧運 它是全世界第一個 它在整個奧運會都用所謂的 5G的這個所謂通訊 它是第一個資源 所以我們可以第一次感受到 所謂5G到底是什麼樣 我們透過看奧運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明年這個所謂5G 會運轉得更加快速 主要這是一個3GPP 也就是全球電訊規格標準化聯盟 他說原本這個5G的規格 標準化的規格 可能會delay的時程 但是他現在說 明年的6月 也就是明年中的時候 他就要公布5G的 這個國際標準規格 也就是比原本的時間提前半年 那提前半年的話 意味著就是說 5G的時代是提前半年報到 這個很重要 因為現在已經有標準 有規範制定出來 對 沒錯 那我們看到說 事實上這幾年的話 很多都在這個投資5G 那我跟大家講 我們過去在這個4G的時代裡面 來說的話 很多人都會把中華電信 這種電信公司 視為是一個穩定的報酬股對不對 但是在未來5G時代 這個房裡會被打破 也就是說未來電信商 它沒有獨佔 未來任何一家公司 都有可能是電信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包括說像Google 臉書 亞馬遜 微軟 阿里巴巴 他們為什麼在明年要大局的 增加他們資本支出 你看他們資本支出 都增加15到25%不等 幅度很大 也就是為了他們要搶贊 搶佔這個未來5G的商機 尤其這裡面 投資最多的就是臉書 你看 明年臉書要重砸 140億美元的資本支出 約是今年的兩倍 為什麼 因為它要因應大型的資料 中心的需求 還有SDN 這個所謂現代網路的資料中心 是 從講到SDN... 剛剛你跟我一樣 我們最想問 這也什麼玩歌 因為你剛剛講了一句 掉一個旋 你說以後的5G時代 任何只要你願意加入5G 你都可以是電信商 你不用再仰仗傳統的電信商 打破繁離了 方法就是SDN 那我們現在講 現代網路是怎麼樣 現代網路就是有一個 大設備的供應商 還有中設備供應商 還有小設備供應商 過去你都要透過這些設備供應商 來知道你的網路在什麼地方 也就是說你要進去這個 你要進去這個大設備供應商的時候 你必須要給他一個簽證 說我是來自什麼地方 大設備供應商批准的時候 你才可以進入這個領域裡面 所以過去 在發號施令的時候 是由一個大設備供應商 來自給發號施令 所以有很多伺服器的中心 就是這樣的意味 還有很多中伺服器這樣子 所以你過去是用這樣子 上對下一個傳輸的系統 就有點像封建時代 皇帝發號施令 各個官員在往下發號施令 類似這樣 未來在5G時代的時候 是沒有這樣子 他完全打破 我就是我小設備供應商 我可以直接跟大設備供應商連接 我中設備供應商 可以直接跟各體戶連接 也就是未來這些 其實這些城市沒有存在的 我們講了這麼多 好 我們再給大家看 所謂的科技是怎麼運作 也就是說現在是用透過路由器 路由器的話 譬如說 婷娟 你要傳一個東西給我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你的東西弄好之後 你傳到我這個路由器來 路由器會決定說 好 你要傳到什麼地方去的時候 我發給你命令說 你才可以通行 也就是說你過去都要通過路由器 但在未來的時代裡面沒有 他把所謂路由器 路由器只有單純的傳輸速度 所以現在的路由器 是由電信公司來控制的 他決定要不要讓你通過 他決定這個速度有多快 平均有多寬 5G以後你可以自己 5G沒有 5G的話 就是他把這個打破 他用 他叫SDN SDN的S就是軟體 用軟體來定義網路 也就是說我只要在我的商品裡面 我有軟體 我可以定義我的網路 是在什麼位置的話 我可以跟任何一個產品 因為我可以自己定義網路 我的公司在什麼地方 我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我可以直接發出去的時候 別人所有的設備 都知道我的網路 這也就是物聯網 為什麼能夠申請在5G時代 就是SDN扮演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好 所以我們看到了 SDN是不是能夠有更好的應用 我覺得重點是 因為5G大家最想印象中就是 我要變成智慧城市 我要變成智慧交通 我的車子跟車子之間 甚至可以溝通 那這樣子大家很重要的事 5G到底速度能不能更快 更靈活 應用層面更廣泛 5G真的會完全改變我們的生活 我們現在講一下 事實上在之前的MWC的會議裡面 這個愛立信 它就曾經展出過一個產品 這產品是怎樣 你可以在千里之外 遙控你的挖土機 也就是說它事實上 你人是站在這個廠房裡面 在這個控制 但事實上挖土機在很遠的地方 你可以馬上就可以控制這個挖土機 為什麼可以控制這個挖土機 我跟他講SDN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過去在這個4G的時代裡面 你要通過一個路由器的時候 它的反應速度 連接上的速度是50毫秒 然後在未來4G的時代裡面的話 是1毫秒 5G的時代是1毫秒 所以它速度可以更快 但是過去你要層層的通過 譬如說我要通 你要傳到這個美國的時候 你要先傳到中型 然後再傳到大型 然後大型再傳到美國 所以這樣你連接要很多個 所以它會出現Lag的時代 但是未來它不需要這樣 我可以直接跟美國的聯繫 所以這個速度會非常非常快 也就是未來的Lag會不存在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坐在這個廠房裡面 它可以即時控制 因為Lag沒有存在了 加上說傳輸的速度更快 所以它就可以即時的操控 這為什麼很重要 我們先跟大家講 像自動殺停系統就非常重要 ADAS ADAS ADAS如果你用現在的4G的話 它誤差是1公尺 差太多了 對 差很多 因為它我剛才講到 你要對接那麼多網路的話 其實速度會很快 很慢 但是你看5G的話 只有誤差0.1公分 所以在未來的時代裡面的話 如果你有SDN的話 你這個反應速度 會快非常非常多 在VR的應用裡面來說的話 過去我們都說 醫生可以進行所謂遠端的照護 好 我都不敢 對 我為什麼不敢 因為過去你會有網路Lag 假設我假設一個案子給大家聽 我在開刀 我用遠端的開刀的時候 就開刀的時候 這個病人噴血了 血管刮破了 不好意思 網路是說Lag Delay 你怎麼辦 你完全沒辦法開刀 而且我覺得今天你的鋪排 很有層次 挖土機那個哐啪啪啪 會動聽話就好了 那個你說多準 也沒一個準 但是這個已經誤差到0.1 真的很準嗎 還沒有最準 最極致的是遠端動手術 對 沒錯 你一位就可以透過這樣 因為我剛才講到 它反應速度非常非常快 而且頻寬非常非常快 它可以用 因為頻寬大的時候 你看的影像會看得很清楚 所以這是為什麼 這個郭董要攻4G 反應的速度很快的時候 你這個速度就不會有 過去所謂4G時代 Lag的這個時代 我剛才講到1毫秒的時間 1毫秒是多少 1毫秒是1秒的千分之一 那你知道嗎 這個數字就很快 這幾乎是即時的 這個影像可以傳遞 所以未來5G 真的可以完全改變我們的生活 那從這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密碼 就是SDN這個密碼 好 但是5G相關的概念 過台場當中能不能去到 SDN的一個相關商機 到底是IC晶片 還是光通訊 網通 還是小型基地台 其實很多 你回頭看 今年5G的一個題材 有些個股真的是原地踏步 所以容許帶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啦 照我們講的 很多一些網路大廠 都在進行大規模的投資SDN的話 5G有機會大爆發 那麼相關概念股 有沒有可能明年也是個爆發元年 今年以來說 真的台場網通股都沒有怎麼漲到 原因就是因為現在正在制定的是 5G的標準 那我們台場就沒有那種能力 去跟大廠 各國大廠 去制定這種標準的一個程序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會比較後端受惠 但是因為SDN的關係 可以加速我們國內的一個 網通設備廠商來切入5G 所以在這個SDN的一個技術裡面 可以打破怎麼樣 可以打破原本網通設備的一個 設備商的壟斷 所以這個部分對於白牌 我們國內最擅長的就是這種 白牌的這個網通的一個設備 這個部分我們就會受惠到 那上游的部分當然是 這個晶片的一個部分 但是在這個網通設備的一個部分 像是智邦 智益 這一些就會受惠程度高 智邦這一波的一個股價走勢 是非常強勢的 那因為智邦它是在這個網通股裡面 它可以說是獲利龍頭 你看它這個第一劑EPS 第二劑EPS 第三劑EPS 都超過一塊錢以上 相當的穩定 今年我們預估EPS 可能達到五塊錢 五塊錢以上 明年可能更多到六塊錢 所以你看這一波股價漲上來之後 雖然高檔震盪 但是法人買進之後 其實沒有怎麼賣出 所以其實這個籌碼的一個部分 相當的穩健 原因就是在於智邦 它做了很多的一個產品 都是在於SDN的交換器 SDN的一個交換器 在它營收比重很高的情況之下 它明年收惠程度會高 那因為SDN的關係 所以加速5G的一個上路 所以5G相關的一個股票來講的話 就會開始動了 那所以我們看 最近法人大買一檔股票叫中壘 這個是投信 投信從12月份以來 大買中壘超過4000張 今年前面都還是調節 為什麼突然在12月的時候買進 因為5G的一個進展開始加速 所以5G未來來講的話 對於小型基地台的一個運用 是越來越多 那中壘基本上 它是小型基地台的一個大廠 好 那我們看EPS的部分 其實中壘今年獲利狀況很好的 你看它第一季0.94 第二季1.3億 第三季又跳到1.6 不輸給資邦 對啊 你看資邦 第三季賺最多也不過穿1.2 所以今年 資邦EPS大概5塊錢 中壘的EPS可能會比它多到5.5 但我們看它的股價 股價 中壘的股價多少 80幾塊 然後你看資邦的股價 今天是100塊 之前還算到113 對啊 所以從EPS的角度來講的話 中壘的股價應該是有機會追上資邦 難怪外資雖然壓這個資邦 但是什麼 但是投信開始怎麼樣 壓保中壘 那除了說網通股之外 光通訊的股票也很強 因為上個禮拜傳出來 中國移動 它已經開始開標 明年這個光通訊的一個標案 那明年光通訊的標案 其實這個跟5G是有搭的 因為這個中移動 現在已經在中國五大城市開始做5G的一個設點 那5G的一個這個概念 其實除了說無線網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傳輸網 傳輸網就是要透過光纖 尤其現在銅價不是大漲嗎 那我們知道家裡電線 網路線通通都要用到銅 所以這個光纖的部分 未來就是取代銅這一塊 所以在股價的一個部分 你看股價最近開始漲上來 整理之後再勾 對 因為他們的位置相對是低的 所以我們看到發現 像波羅威 以及像華新光 股價都開始有漲上來的情況 不過這一塊大家還是要了解到 它的EPS今年還是呈現虧損的 比如說像華新光的部分 今年前三季的EPS 其實超過 虧了超過5塊 那波羅威 這個前三季EPS也虧了超過6塊 我這樣漲上來不敢追 對 所以這種股票 基本上它是有一個轉機性 這種就是你如果要做的話 其實走小也是要5塊 但是因為他們的一個產品 跟5G的一個觀點 非常適 Menschen alguns Кор district 又這樣子 都是中共 控制的 當中 那麼 在 我們 Aqui 我們